这个里面的这个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的话 这里面总共是由涉及到两个关键字 如果是用这个杠的话 就是代表的是一个字符 如果是用新的话 这种百分之后的话 它就是代表的是多个字符 比方说呢 我们来出一道题 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话 Solator Solator進步我们这个 我们先查询一下这个 就是查询一下这个所有的商品 查询一下所有商品 比方说我们这个出一道题 出一道什么题 查询出这个名字中 在这个带有 这个什么带有哪一个 带有饼是吧 带有饼的所有商品 带有饼的所有商品 那这个现在该怎样写了 这个首先这个带有饼的这个东西 如果要用百分号去做 我们现在它的一个语法是怎样的 是不是就是要写这一个名字中带有饼 那就是这个饼的前面可能出现文字吧 就可能出现多个字符 饼的后面是不是也可能出现多个字符 ok 那我们就这个语法就可以写出来 Solator Solator inform这个Product Product Well这个我们是查哪个字符 是不是这个P name吧 P name是不是要它要去like like这个因为它只翻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就是把上面这个东西饼 这个饼拷贝过来 这个拷贝过来 ok 把这个东西 拷贝过去 然后丢到我们这个里面 看一下是不是就查询出来了 是不是带有饼的都查出来了 是不是一个小熊饼干 还有一个旺旺大饼 这个没有错吧 这个没有错吧 这个没有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 再做一个 我们可以查一个 比如说 查询 查询什么东西 查询 你第二个 第二个名字是熊的 所有商品 这个该怎样写呢 首先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叫做 杠熊吧 那杠熊我们现在这个题目的 他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字母是熊 那后面的东西是不是也要出来 那是不是可以写上一个百分号 写上一个百分号 那我们再可以是 select 先和我们这个product吧 well 这个p name like like 是不是把刚才我们所写的 首先一个下滑线代表的是一个字符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 熊 熊 百分号 这个能理解吗 这个能不能理解 C 然后 就过来一敲回车 做小纯米干就出来了 这是这个 下滑线 然后这里面我们再去做一个其他的 这个 印也是一个关键式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是 要做这个印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根据当前的这种情况 我们再去自己出一道题 出一道什么题呢 我们可以去 比方说查询出这个商品 商品 商品分类吧 商品分类 所以ID在 1啊 还有 4啊 还有这个什么 5 里面的所有商品吧 所有商品 这个 这个能理解吗 只要商品的ID 它是1 或者4 或者5 它就是都可以查出来 那我们可以写一条语句出来 这里 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 product well well 这个叫做 c number c number 1 1 在一个范围内 就是1 4 1 4 4 4 5 一个control 然后 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呢 那是否可以就查说 145啊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题都查出来吧 这是一个硬的 这个硬 关键是在某一个范围内去获取值 这个呢 这个能不能理解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现在这些语句是不是看起来就是直接是一个 英文语句的一个训续 OK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去再去讲一个排序了 这个排序 是有两个关键 这个是一个是asc 一个是dasc dasc 不是我们前面所定义的这个description 它是decent 降序 翻译过来是降序 升序的话是acenter 那我们可以来根据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比方说查询所有的商品按照价格进行降序排序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先是做一个做一个投稿就是查询 查询 查询所有商品 按照价格进行排序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可以怎样写的 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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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product fromproduct 那这个里面要排序的话 它是 看一下它的一个语法是order buy 然后加一个关键字吧 那后面我们怎样去写 这个应该怎样去写 order buy order buy 是不是根据价格 price 我们没有指定任何的一个排序规则 你可以看一下 诶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升序还是降序啊 按照价格它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排序 是不是一个默认的一个排序啊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 默认的 排序方式 那在我们的这一道题里面的话 它是按照价格进行去降序排序 那我们是不是copy过来 然后再去做一个修改 dsc 先好之后 那这个东西我们直接contrc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里一销回车 现在是不是做了一个降序的一个排序啊 这个是他 那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复杂的 那这个里面的查询名称中有包含某一个字的所谓商品 然后按照价格排序 我们看一下哪个哪两个商品里面是包含相同质的 小熊饼干和这个小米 是吧 那我们就是按照名称中包含这个小小的商品去按照价格进去排序 现在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解题解题之路了吧 嗯 怎样的一个解题之路呢 两个条件 首先我们是去做一个呃 刚才有些同学说 是不是查询 出名称中包含所有包含有小的商品 那这个该怎样来写呢 就是selector selector selector form这个prodata 例如 为了 椅名 那股 然后这个arel 加一个小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按完成了第一步 我们可以来查询一下这个结果 一销回车 是不是查出这两个项目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个排序吧 我们是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进行排序 进行排序 得出结果 那个就是 也就是教训 那我们改一下 改成这个分序 是不是改成这个称序 那我们是 select 新我们这个product 直接把上面的一拷 实际上把上面的拷贝下来 加一个什么东西 order order by order by price 是不是再给它加上一个asdr 实际上不用加也可以 ok 那我们还是加上吧 排序 c 丢过来 一销回车 是不是就直接 升序排序了吧 那这个是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稍微有点复杂的这种查询句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聚合 聚合函数 查用的聚合函数都有哪些 如果excel 用的比较熟的话 应该是知道的吧 这里有这个什么sum sum 是干嘛的 就是求和 求和 求和 然后这个 average average 是 求平均值 平均值 然后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counter counter是干嘛的呢 统计数量吧 还有哪些呢 max 最大值 然后有max的话就有这个min 最小值吧 最小值 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来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练习了 那这里面我已经把这个练习列到这里了 获得所有商品价格的一个总和 或者所有商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总和该怎样来做的 首先我们按照前面给大家已经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是说了这个slater 它是最后执行的 首先是form的优先集是最先执行的吧 form后面的语句 那我们这一个的话可以怎样来写呢 扩得商品的所有价格的一个总和 我们要从哪张表里面去查 是prodata 然后我们要显示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要显示的东西是商品价格的一个总和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写上这个sum 我们要统计的是商品价格 那么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写法 先执行的是form后面的这个 得到表 然后再是上 然后也要需要新 为啥要需要新的 我们去control c control c之后 那我们在这边control 一执行是不是就直接得出了 所有商品表里面所有商品它的一个价格是4111啊 就是这个 那商品的一个平均价格是不是也可以去得出来了 是不是直接 Ctrl c 然后Ctrl Ctrl 这个没有Ctrl v过来 按错了一个键 Ctrl c 然后按过来改成这个AVG 改成AVG之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再去Ctrl c一下 一销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数是5113.875 这是它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統计 统计平均 统计商品各数的 是不是直接写一个Ctrl Ctrl 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写一个C 或者写其他的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 程序之一 哎 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总共是8个商品 是不是总共是8个商品 看一下 一二三五六七八 没有错吧 没有 这是 它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聚合函数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 现在是不是讲到的 聚合函数啊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东西 我也给大家列了 为了条件后面不能接这个聚合函数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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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t's disform this product product well 我们去加一个 不要说well well什么东西 price 它大于 这个平均价格 大于这个平均价格 那我们是不是去 加一个什么price 有没有用的 有没有用呢 实际上这个 Ctrl C过来 invalid use of group foundation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非法使用这个聚合函数 invalid use 那刚才主角为什么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不是直接是这样子的一个 它错误的提示就是这样 语法就不允许这样 那如果 刚才这个需求是怎样的一个需求 查出 查出商品价格大于 平均价格的 所有商品信息 那这里面的话 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了 首先我们要把这句话给拆掉 我们要把这句话给拆掉 首先这里面的话是 它要做的是是不是所有商品啊 这里面我们去搞一下 查出所有 查出所有商品价格大于平均 平均价格的一个所有商品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些 呃 切掉之后是不是要有这样一个条件 查出所有商品吧 是不是查出所有商品啊 是不是查出所有商品 然后条件是大于平均价格吧 那这里面查出所有商品的话 那这里面查出所有商品的话 诶 查出所有商品的话 这个是可以做出来吧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Production 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步骤 这个查出来 结果不用再给大家解释吧 那在接下来的话 是要得到这个 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是怎样子啊 是上面这个名字我们已经写了 直接Copy过来 那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不是 哎 我们要去把这个东西先执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 实际上已经被 大家引入这个 比较高深的紫查群里面去了 就513块872 那这个相互相当于是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 下面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游戏吧 我们要价格大于这个平均价格 是不是直接是 直接是大于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C 实际上现在应该是可以出来结果了 这个是对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步骤是 将这个513块87 动态的去查询出来 要动态的去查询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要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我们就是 把这个东西 哎 丢进去就可以了 加一个 哎 这个 这样是一个 这个是明天会讲的一个内容 刚才是同学非要往这个坑里面跳 要问个所以然出来 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了吧 这个是指查询 刚才这个步骤分析有没有搞清楚 指查询的一个步骤有没有搞清楚 那如果搞清楚的话 那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这种 这种多表指查询的一个练习 哎可以去做一下 好多 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把 能把这里面的练习独立自己做出来的话 那你出去面试 这个关于社会的 问题 基本上绝对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 这个是讲到 刚才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去讲一个叫做 分组 分组 那分组 分组总应该知道吧 那提一个需求就是 根据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个字段 根据我们这个商品 商品表里面的这个字段 sled c 我们这个product 根据这里面的字段 我们要去做一个分组 分组统计出来 group by 它当然是做分组统计的 我们这里面给大家提了几个需求 就是根据这个d number字段分组 分组后统计 商品的个数 分组 那我们这个里面它是这几道 我们拆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control shift q control shift q 我把这个东西直接control 直接在几天板上一打开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去做分组 我们是要根据这个c number 我根据这个c number去做一个分组 根据这个c number去做一个分组 它出来的结果应该是2 它出来的结果应该是2 然后如果是2的话 它是1 3 如果是3的话 那它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是2 但是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这个group的这个字段呢 它实际上就是做我们刚才的那个操作 就是根据某一个字段去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分组的操作 那我们这里面可以怎样来写呢 首先 这里面的话 我在最开始给大家讲这个slator的时候 我是我们是不是说了这个slator后面是控制写字的内容 控制写字的内容 我们现在要写字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要写字的内容 有意义的是不是这个c number 我们要看这个c number 分组之后 这个c number它所对应的一个个数版 那在第二个参数我们要写是不是这个c number c c number c 然后我们要从哪栏表里面去查呢 是不是form form这个product吧 然后form这个product 现在是这个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去再去做一个group 就是再去做一个group 通过哪个东西去做分组 是不是c number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语句 有了这样的一个语句呢 我们就可以contrute c 然后丢到我们这个里面 一敲回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跟刚才的一个结果是对以上的 我们打开这个画的工具 对照一下这个 看一下 这个c number是1的情况下 c number是1的情况下 它总是几个 两个吧 2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 3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两个 然后4是1 5是2 这个是分作为一个分组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info表格 它的一个操作是非常类似的 对不对 ok 那这个是这里面的 然后再 我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根据c number 根据c number 根据c number 分组 分组统计 每组的平均价格 并且平均价格大于 60 而这里面 这里面就又来又比较杂 首先我们是跟 首先根据什么字段去分组 是不是根据c number去做分组 根据c number去分组 根据c number去分组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跟前面这一段内容是一样的吧 根据前面这一段内容是一样的 那这个实际上现在是根据c number去分组 那分组要显示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要显示的是不是这个 这个APT Average Price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个如果单纯显示这个内容是好像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没有去填 我们没有去显示这个c number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平均价格对应的是谁的吧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控制 再去显示 要去显示这个c number 我们再去加上这个c number 对不对 这里面能看懂没有 我现在是显示在两行 以至这个一个讯息 能不能看懂 能看懂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们先去执行一下它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是不是再去做这个 平均价格的拆点一个过滤啊 那再做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另外一个关键字 我们在它的基础上 再去加一个关键字 啊 不是 是要用这个 开比关键字 开比关键字 那这个开比关键字 我们要判断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这个 average average price 然后它大于这个 假设大于多少 大于60 大于60的话 是不是会显示三个分类啊 哎 这个东西 C 一跳回车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三个分类就出来了 123这个分 三个分类的 它这个平均价格是大于60的 这个结果 有没有看出来 这样看的有没有看懂 没有看懂的话 我们就又把它切到一旁去 分开更好看是吧 分开更好看是吧 那这个是 分开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刚才的一个分析的过程有没有看懂 刚才一个分析的过程看懂的话 我们就是刚才有同学说 这个group后面去接well 那能不能接well呢 能不能接well呢 能不能接well well后面能接这个 这个 这个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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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同学又想问为什么了 这个得问一下这个语法定义了 为什么这样干 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里面的所需要注意的路纪 已经给大家列出来 happy 关键字后面是可以接这个聚合函数了 然后出现 主要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分组之后 然后这个well的关键字 它是不可以接触合格函数了 它是出现在分组之前的 这个能不能接触 能不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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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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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分组之前去执行 一个是在分组之后去执行 只能在分组 这个只能在分组后面去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ircle它的一个 这是一个Circle的一个编写顺序 编写顺序 编写顺序是怎样的呢 首先写这个什么 首先写的是这个Sletter 写完Sletter之后写这个form 从哪单表里面 form后面再次接上这个well条件 well条件后面加上这个group group by group by group by后面再写上这个 happy happy后面再去做一个order排序 order by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编写序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词题序 我们是不是首先得有一张表 才能去做一些条件判断 是不是首先我们要去知道 要从哪单表里面去查数据吧 从哪单表里面去查数据 我们只有得到了这个表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再可以去做一个条件判断 得到这个条件判断完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排自一张表 排自一张表的话 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group by group by 进行一个分组 分组完之后 是不是也可能做一个条件判断吧 条件判断完之后 是不是再去做一个slate 这个是slate 最后是空置显示吧 空置显示 这个是不是slate 空置显示 显示的结果再去做一个order 排序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 下午所讲的一个关于表度数据的一个 增加改查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东西 大家觉得今天讲的东西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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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